现在这个局势也蛮妙的 拜登打了电话给习近平 然后普丁是跟法国马克宏 还有土耳其谈 但问题来了 当事国的这两个国家 当事人 那当然就是普丁还有泽伦斯基了 普丁说他想跟泽伦斯基谈 但泽伦斯基好像没有很想跟普丁谈 双方当事人不谈 然后旁边的这些国家 互相的跟当事国谈来谈去 甚至拜登还跟习近平谈 谈什么呢 谈乌恶的问题 这个一个情况之下 就像刚刚静平哥讲的 所以美国啊 美国到底现在 有没有在调停啊 还是美国就是从头到尾 还在火上加油 老师你怎么看 你刚问说 大家是不是想谈 意思是能不能谈成 可是我是觉得谈 每个人都想谈 可是重点是会不会谈 更重要的是 是不是能够谈成吧 因为签下来 我觉得没那么容易 那当然现在各方 那心结是现在卡在哪里 不是心结 因为这个东西事实上是涉及到 成败得失 这是很现实的 不是我主观上想怎么样 你要问客观上 到底能不能一个合理的条件 让大家都找到下台阶 那我觉得说 这个除了他们二乌两国之外 更重要的是外面 看起来战场是在 俄罗斯 这个乌克兰 可是很多无形的战场 各种各样的背后的利益 其他的国家 大家都在那边绞劲 所以我认为拜登 3月24号要去北约 在那个之后 才有可能来决定 会不会谈得成 他不见得谈得成 他去可能有其他的轨迹 那我刚刚提到说 是不是俄罗斯有点打不下去 我是比较不认为 就是说 当然俄罗斯那么大一个国家 军力那么强 一千多颗的导弹 就不会把他们消耗掉 那我身为是太低估他们 好 就算他们可能有点 超乎原来的作战计划 有点拉长 有点消耗 史上也比他们预估的重 可是俄国有再生能力 他那个再生 刚才讲说再生不是很快 可是他们原来就是再生能力 重点我要问的是 乌克兰有什么打下去的本钱 乌克兰第一个 他没有外援 他现在很多的友生力 美国不是一直给他们钱吗 不不不 你看看他最近 不是打到波兰边界去了吗 军备 那个佣兵也有在去吓跑 你那个武器不见得运得进去 所以你那你给他能够给多少 所以你没有外援 我是没有其他的国家敢加入 直接加入战争 产生一个很大的力量 来对抗俄国 那另外你刚刚提到说 这种背后的资源 也是有限的嘛 而且俄国已经 现在东部已经慢慢控制好 他飞弹打过去是告诉你 而且你看包括那个训练的基地 补给的基地 你看这次那个飞机场 他就是打下去了 就告诉你后面不见了外援 那么没有外援 那另外他们内部 你看他的军人 我们都看到说 他们讲说乌克兰 一直发布 俄国这次死了一万四千多人 我相信都是夸大 但是他没有讲他死了多少 乌克兰的军人也蛮惨的 那他到底还有多少可以消耗 第二个他现在的国内的民生 老百姓的生活 你这样困在那里 那到底能够撑多久 所以你刚刚讲说 责任司机 他一副比较不太想谈 我认为那个是谈判的姿态 越想谈的越做了不想谈 俄国反而是说来谈 我不是不想跟你谈 这种说来谈 还不见得会那么急 所以我是说 我们从很现实的分析 我问一个 乌克兰有什么持续打下去的条件 有什么持续的力量能够僵持 再打下去不行 俄国再怎么差 他还是有办法 所以就这一场里面 我认为说 第一个 俄国还没有达到他要的 第二个 就算责任司机想妥协 那也要看他后面那些大老板 后面操纵他的 美国这个力量 他不过是个傀儡 所以这一部分你可以看到 大家如果已经开始布线 普丁也打电话给土耳其的总统 就开始拉线没关系 开始他放出一些条件 因为本来两个谈不懂的时候 如果 因为乌克兰一直觉得他没有保障 我如果跟你签那到底怎么样 所以要把外面的力量拿进来 所以乌克兰要这个 要那个要一大堆人保障 所以他把外面的力量拿进来 有人在想说中国要不要帮忙 包括川普 不是拜登这次去找的这个习近平 大概也就是在互相在摸底 所以我认为说2月24号 为这些坏蛋 北约这些国家见面谈 那才有可能 但也搞不好是 拜登跟他说 继续拉 继续弄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可以捞 还有很多缝隙可以搞 俄国怎么样怎么样 说必然继续让那些 我认为德国跟法国这些 说真的不太想要继续打下去 像爱沙尼亚 那个布奥迪亚三小国 那个当然是 他小国就不断地上火 可是不见得 欧洲的这个北约的每一个国家都想 搞不好拜登会再搞一搞 让战事拖得更久 所以我说如果站在俄国跟乌克兰两个 主观上当然都想谈 那么客观上双方谈的条件 越来越清楚 终究德伦斯基如果不妥协 是不可能的 可是问题是游不了他们 我想在外面这些 可是我想国际的局势之间 慢慢也会达到一定存在平衡 全世界经不起这样不断的震荡 所以你包括习近平也讲说 大国都有责任 要维持这个世界 大家老百姓都能够生存 经济都能够发展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也不可能无止境的虚索 终究要达到一个平衡点 至于那下面是什么 说真的很多无形的利益 很多无形的这种 很可怕的这种 我们所知道一些金融战场 都在进行 美国这个是坏透了 然后俄国 那就看他能够撑多久 我认为撑到打败乌克兰 他是没有问题的 但他并不想歼灭他 那个四可而止的点 正在酝酿 梦梦水 孤家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 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缠酸 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根据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 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 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 酸甜好喝